这是很多乌克兰的帅校女生们也穿上了军装拿起了武器保卫自治的国家 今天刚刚传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 国际红十字会居然禁止乌克兰在人道主义任务车辆上使用他们的标志 那么人们不仅要问国际红十字会还要行使它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宗旨了吗 这显然是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威胁和恐吓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军队采用了这样的战术 他们避开了俄罗斯军队的锋芒 埋伏在漫长的交通运输线附近 专门伏击俄罗斯军队的补给车辆 让俄罗斯前方的军队没吃没喝没燃料没弹药成了瓮中之鳖 这是俄乌两军在街头上展开激战 这是被乌克兰截获的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 这是三个小时前有网友拍到的 又有俄罗斯的大量坦克和战车通过铁路线送往乌克兰 有网友说这是俄罗斯又讲他的这些废铜烂铁送到乌克兰 送到乌克兰报废啊 这是波兰的反坦克武器被运送到乌克兰 这种武器相当厉害 只要弹头一发出 他会自动寻找目标 坦克一旦被击中 立刻爆炸 这是一群乌克兰的女兵 他们说我们是乌克兰的女人 我们加入男人和乌克兰军队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安全地带 我们将在乌克兰的每一顺土地上消灭俄罗斯敌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乌克兰前任总统波罗深刻也来到了前线 他右臂上绑着一条黄布条穿上了黄弹衣 遇到的人无论是否跟他打招呼 他也都是很坦然 大家听而知在这里是很危险的 因为随时会面临俄罗斯的飞机轰炸 随时面临着俄罗斯的坦克开来 面临着枪弹和炮弹的轰击 现在一些俄罗斯人也加入了志愿军 但是他们加入志愿军不是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而是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者 我们看到保卫自己国家的战斗也是很残酷的 但是乌克兰没有被吓倒 他们包括总统前总统很多议员也都拿起了武器 很多妇女包括青年女学生也拿起了武器 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位叫Machenko的乌克兰议员在战斗中牺牲 波兰最大报纸透露 波兰决心销定向乌克兰捐赠28架波兰米格29战机 以换取28机美国F-16战机 据悉拜登将宣布禁止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能源进口 这对俄罗斯来说 可以说是一项很有利的制裁措施 这是一对被俘虏的俄罗斯侵略军士兵 现在一些俄罗斯人也加入了志愿军 但是他们加入志愿军不是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而是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者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乌克兰有约30个生物实验室 受美国国防部委托展开活动 网友说这是俄罗斯拿乌克兰为中共背锅 能编就编 看来从另一方面说 现在国际社会都在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径 他在先方设法的找到什么所谓的证据 来证实他入侵乌克兰有理 为他的入侵行径开脱 现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宣布对乌克兰实行援助 英国宣布对乌克兰追加2.3亿美元的援助 美国国会承诺尽快通过对乌100亿美元的援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乌克兰军人们的致辞 他们说我们亲爱的女士们 母亲和妻子姐妹和女儿 你们又来到了一个村田 心中巨大的痛楚 眼里含着泪水 不幸的是今天的日子充满了战争和焦虑 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你表达我们的尊重 感激和爱 亲爱的女士们 非常感谢你们低头鞠躬 祝愿乌克兰和平 祝愿你们的家庭和谐繁荣 有人称 在这个节日里 向最坚强的女性 乌克兰第一妇人致敬 祝她节日快乐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他的妻子 叶莲娜 泽连斯卡亚 可想而知 在这个战火硝烟弥漫的乌克兰 泽连斯基也正因为有这位贤内助 她才能专心地领导她的人民 去抵抗侵略者 保卫自己的家园 保卫和平 她说我不会有眼泪 我会一直陪伴孩子 陪伴我的丈夫 保卫我们的国家 这是在中国大陆 在街上走的几位女子 她们把脖子上套上了铁链 她们用这种行为艺术 呼唤人们关注帖女 李庄律师说 现在在徐州还有48000被拐卖妇女 没有任何解救行动 没有任何解救消息 这就是现实 中国当局的司法部门根本不负责任